武警特战小队搭乘直升机融合其训 猎鹰 雪暴强强相忍 他们将在训练场上擦出怎样的火花 面对新挑战 猎鹰队长又能否带领小组成人 跨过难关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从天而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来自全国的15支武警部队特战小队 即行直升机锁匠训练的现场 大城编号703直升机进行锁匠训练的 是有着反恐利刃之称的猎鹰突击队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 猎鹰突击队的每一名成员 都是经过严格筛选 伸手脚尖的特展队员 前来参加直升机融合训练的小队 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武警精英 猎鹰的老对手 经常会在国内外各大比武场上相遇的 雪豹突击队 也是其中之一 而让猎鹰队长马玉和没想到的是 这次带领雪豹突击队参加集训的 竟然是自己的老同学谭鹤 我和谭鹤既是同学又是老乡 我俩这次分别带着小队长的职务 来参加集训 彼此之间在训练还有考核中 心里都暗暗较对鼓劲 我们两支队伍之间一直都在互相关注 各大比武场上都想比一比 看一看 这次集训呢 没想到是马玉和带队过来 那我们更得拿出点势力 在紧张的集训中 两位队长都想带领各自的小队 拿出最佳的状态 相较于之前的训练 这次直升机融合训练难度更大 更加考验特战小队的整体协同配合能力 第一次实际所降过程中 列营突击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列营小队的队员们各个身手敏捷 很快就顺利完成了10米高台的缩降训练 那么队员陈友红在实际所降的过程中 出现意外情况的原因到底在哪呢 在接下来的滑降过程中 队长马鱼和开始不断地摇晃升速 这样的一个动作让新队员的问题立刻暴露了出来 我们队员也习惯了在这个静止的状态下进行锁降 在我们当直升机训练的时候 它的绳子是晃动的 而且晃动幅度比较大 再加上外界风力的影响 人员的动作却是出现了不少的失误 在实际锁降过程中 螺旋桨产生的巨大的风力 会吹动大绳在空中剧力摆动 导致下滑的过程中 陈友红的双脚无法加紧大绳 好 减速 好 分腿 脚打紧 脚打紧 落地 放中间 踩实 踩实 落地 过程中脚都没有把绳子夹在中间 都脱离了 这很大的失误 在真正有止称地方降的时候很危险的 而且落地之后要主动的要脚着地 知道吗 明白 下次一定要注意 是 直接上 刚开始的时候勾上去也会跑 到后面练多了之后 知道怎么夹之后就好多了 因为队员陈友红之前没有经历过实际锁降的训练 所以他的双脚无法加紧大声 会导致在落地时的重心不稳 延长完成所降训练的时间 好 分队 走 虽然找到了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队员陈友红也慢慢适应了这样新的训练方法 但是几次训练过后 他在落地时还是容易出现问题 实际锁降的时候可以看到 有的人他脚夹不住绳子 甚至在出仓的时候 他的绳子就没夹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采取以下的方法 一人两张扑克牌 分别放在你前脚掌位置 和你脚后部位置夹紧 动作模仿下滑锁降那个动作 双膝微弯两脚 把扑克牌加紧 个别队员在锁降训练中出现的问题 如果不能够快速解决 必然会影响到小队在这次集训的成绩 为了提高整体训练水平 当其他小队都休息的时候 队长马玉和用加扑克的方法 组织大家共同训练 这个就掉了 脚掌之间要用力往中间并力 对 这个动作就可以 稍微往里收下腿 两分钟为一组 中间掉的人再加一分钟 第三 然而 紧张的集训 并没有留给马玉和他们太多的时间 直升机融合训练的最终目的 是要求特战队员能够熟练掌握各种离机姿态 高空锁降只是其中的一种 接下来 一项难度更大的离机训练 正在等待着马玉和和他带领的猎鹰小队 面对更难刻目的挑战 猎鹰队长马玉和能否从容迎战 最终考核 他又能否带领猎鹰小队赢得荣誉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从天而降 准备了 准备了 这准备了 是吧 准备了 准备了 是吧 車是往前走的 你车速过快的话 你往前滚 根本滚没出去 所以说你下来准备了 那乘大一点 往前走 乘大一点往前走 也是一样的 比起高空所降 特战队员们正在进行的 小速度对地跳下训练 危险性和难度更高 在直升机低空飞险的过程中 特战队员们要在几秒钟之内 快速跳下 这对特战队员的身体和心理 都是极大的考验 主要是在这个敌心鼓励较大 完之后为了保持直升机的 一个快速机动那么一种状态 同时也要实施 我们这个特战队员的快速的 向目的地的这种投送 右侧先下机 左侧后下机 小组 小组 到车 停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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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细活 分队俩下来 看多少时间 24秒85 你上升有几个人 3个人 15个人还跳不完 20秒钟的时间内还跳不完 平均每个人跳下的时间 所需的时间 2秒钟的时间 我们这个科目训练 我们要求是在20秒钟之内 必须要完成 在实战中 直升机很容易被敌人当作首要打击目标 为了保证直升机能够安全快速离场 机载成员需要以最快速离开直升机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训练要求 每个小队的所有成员 离开直升机的时间 不超过20秒 在模拟训练中 要求特战队员 从车厢中跳下 所有队员 要在20秒之内 全部完成 猎鹰小队 此时的表现 显然还没有达到 合格标准 人和人之间这种 跳下这种节奏把握上 比较 卡得比较严一点 通常我们要求是 不超过1秒一个人 但是他那天是 通常是2秒一个人 所以说这个节奏控制特别慢 参加直升机融合训练的 所有小队中 只有猎鹰和雪豹 是由15名队员组成的 其他小队都只有12名队员 而每个小队 完成这个科目的总时间 却是一样的 这无疑给猎鹰小队的队员们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一组雪豹 15个人跳完 手续的时间17秒 你们24秒 15个人还跳不完 还剩3个人 能行不能行 想练不想练 想 15个人必须在数秒中要完成 师傅明白 明白 抓身 是 不找理由 没有理由 慢了就是慢了 慢了之后没有达标 而且在车上我看得很清楚 他之所以跳得慢 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协同配合 没有配合好 然而 同样是15名队员 雪豹突击队的表现 却很优秀 在第一次的失调中 15名雪豹队员都顺利离击 而且比规定用事更多 由于惯性的作用 特战队员在落地时 很难控制翻过的方向 一旦没有控制好间隔时间 前后两名队员就很容易碰在一起 什么情况 OK 第一个就是动作的规范性问题 一旦你的动作出现了失误 首先容易伤到自己 那就是你受伤了 影响另一名下跳的时机 他心里会有些反应 第二点是解决协同配合 提高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 就是彼此之间的 协同配合不太好 想要完成好这个课目 需要小队的所有队员 配合默契 衔接紧密 如何提高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 成为了摆在队长马玉和面前的 一道难题 你俩 来 向后踹 为什么结合这么大距离 别人都是很平均的距离 到你这就快变大 这什么情况 这是当时我拍进你的时候 你没有果断地去翻滚 动作有点刺激 还有 刚才有两个 两个人撞在一起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心理障碍 不知道这个间隔多少合适 要是太近的话 怕下去两个队员之间 会撞在一起 此时 在紧张的集训中 两位队长都想带领各自的小队 拿出最佳的状态 好胜新强的马玉和并没有回去休息 虽然猎鹰小队的成绩 已经在集训队中很突出 但他还是和队员们一起 不断地进行针对性训练 跳的一点不好 跳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彼此之间的 协同配合不太好 我们进行屏幕的模拟移动的练习 在你正直地往前走 每次我拍进你的时候 你就按正常地从车 跳下之后 有个小的跳跃 然后迅速从斜45度翻轨 说得是不清楚 说得是不清楚 在我们实际跳的时候 可能会担心我会不会撞到他 我会不会踩到他 其实你要完全地相信你的战友 跳下去之后 他肯定会随机地做出 他的正确的动作 把安全局的给你让出来 跳完体 注意 备进 直升机上伴随着巨大噪音 队员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 马玉和通过拍打身体的方式 让队员们熟悉这样的指令 在第一时间做出离机动作 他给出指令让我们跳的时候 可能会犹豫一下 到后期基本上只要一给指令 就可以做动作 形成一个本能反应能力 在反复的训练中 猎鹰小队的队员之间 配合越来越默契 队员间建立起的信任 也让他们克服了恐惧和担心 当受到队长拍打的指令后 队员能够在第一时间跳下 然而此时移动的汽车 行驶速度只有不到每小时10公里 而实际训练时 直升机的速度接近每小时20公里 为了更好的贴近实战的需要 马玉和决定提高模拟训练的车速 因为车速一提快 我们还能不能保持刚才那规范的动作 和跳车的节奏 此时车辆行驶的车速更接近于直升机 在略地飞行时的真实速度 这也意味着 队员从车厢中跳下的剑壳更多 这一次猎鹰小队的表现将会怎样呢 好 注意枪口 好 注意枪口 好 17秒 用时17秒82 合格 下一组 趁到位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连续几天的刻骨训练 猎鹰小队小速度略地跳下 科目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 然而雪豹突击队经过集训后的成绩 也很出色 在模拟测试中 雪豹用时16秒 两支特战精英小队成绩博重之间 到底谁能更好地完成最后的实际考核呢 两支小队的特战队员都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provision Female Knox 云东秀全事 Est级考核开始了 猎鹰小队第一项要进行的 就是曾经出现过失误的锁降客墨 之前 马玉和通过双脚加扑克的方法 来锻炼队员们用脚加绳的力度 在下滑过程中 只要双脚能牢牢地加进晃动的大绳 就能极大的缩短整个小队下滑的时间 凭借着特殊的训练方法 猎鹰小队在实际锁降课目上 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所降的成功也让队员们更加自信 如果接下来的考核都能这么顺利 猎鹰就有希望成为这次直升机融合训练的佼佼者 为了更加接近实战状态 小速度略地跳下的考核场地 并不在队员们熟悉的水泥路面 而是在野外环境下进行 在直升机上根本看不清被青草掩盖的路面环境 这也加大了队员们的心理压力 我看着大家的神情还是比较紧张 因为飞机的速度还有调节的高度 都比我们模拟训练难度更大 面对马上就要开始的考核 猎鹰队长马日和却没有丝毫紧张 他沉着冷静 给队员们进行最后的指导 有了队长马日和的鼓励 机舱里的氛围变得热烈起来 队员们摩拳擦掌 为即将到来的考核 做着最后的准备 考核开始 猎鹰小队的队员们依次跳下 队长马日和用拍打方式 向队员们传递指令 没有丝毫迟疑 每个队员都立即做出了离击动作 按照要求 列营队长马日和 要在所有队员安全离击之后 才能跳下 而此时 直升机即将到达终点 要增加速度和螺旋桨的功率 才能再次起飞 对于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 马日和来说 完成好训练任务的难度更高 小队长是第一个上机 但是最后一个跳机 他跳机的时候 飞机已经 直接要升空 他的高度和速度 肯定要更快 跳的时候 说实话 心里还是比较紧张 前面跳下的队员 全部顺利完成了训练任务 列营这次考核的成绩如何 关键就在队长马日和的 这最后一跳 最终队长马日和最后一个跳下 安全着陆 凭借队员们在关键时刻的优异表现 马日和带领的猎鹰小队 在最后所有集训课目的综合评定中 拔得头潮 因为每个人的努力 每个人的坚持都离不开 这个手势是永远是第一 但如果说 你达不到这个第一的水平 你就要一直练 一直练到你成为第一的那一天 突破极限 超越自我 正是众多像马日和一样 永不服输的带兵人 才让一支支武警特战队伍 成为在战场上令敌人胆寒的特战精兵 一次前所未有的狙击训练 一个获育无数的高原枪王 面对近乎实战的严酷考验 特战队员将如何克服心理障碍 精准命中目标 而为了练就永无一失的狙击本领 他们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军事技时近期播出 高原枪王在行动